六字后面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的功德 前面统统讲过 要会 说老实话 修进度的人都 会念这一句佛号的人不读 为什么 他没有把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 他没有把他自私自利念掉 他没有把明文理念掉 他没有把贪嗔痴慢念掉 不会念 怎么会呀 会念的人怎么样呢 就像中文大德所说的 不怕念起 就怕觉知 敬重 提起佛号就是救 我眼见色 动着贪心 阿弥陀佛 归到阿弥陀佛 那贪心就没有了 第一念不怕 就怕那个念念相续 你就造罪了 第二句呢 就是阿弥陀佛 这叫会念 用这一句佛号 把所有的恶念 打掉 把所有的杂念 打掉 把所有不需要 不相干的念头 通通扫得干干净 这叫会念 那个念法 大声念 小声念 快念慢念 什么声调的 那不相干 没关系 关系是你真的 把你的恶念 咋念念掉了 那就真 念了一辈子 我一辈子佛 咋念都没有断掉 就不会念 白念了 念佛也变成一种妄想 就是冤不冤枉 我一辈子佛